好 大家非常歡迎來到今天這個微信節目 那今天這個題目已經籌備了蠻久的 大概在北中南 東湖的哲夫跟華為民主主義 跟合作歡迎中國的 那大概也是最近中國發生了 在田地區發生一個幸福的事件 關於情況和爆炸 那除了這些事情之外 在更早之前 或者還在程序當中 中國有很多人都不去是被抓 他們公民都在習近平下來以後 遭到很大的壓力 那所以我們當然 可是這個壓力的過程 好像在主辦單位有跟我們說 有跟台灣過去的民主運動 有很契合的部分 所以今天我們的題目 選了一個標準中國進入每一條時代 然後打個問號 然後接下來過年什麼 後期選以後 你又變成那個 那個直播的原因 他在先針對這個問題 那至於為什麼會選這個題目 找了這些講者的時候 等一下會請王信中 王老師來跟我們介紹 因為是他負責 我跟王老師這一切的 那我們在開始之前 就請請中介紹一下這些苦主 你為什麼把他們具體在一起 然後他有一個理由吧 來 在這我們現在可以掌聲 歡迎一下那個王信中老師 因為他很辛苦 然後醜了 醜塑的 因為在台灣 對於中國議題的 關心的程度其實不夠高 那這個其實有點可惜 那他們關心這個議題 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說 中國可能是我們年輕的國家 做一個敵人或朋友裡面 都要關心他 那還有一個是說 他有一個服飾的人群家庭 他是不是建立在他們 有沒有利用關係的問題 而是有一群人 正在這邊受到困難 所以在我們旁邊的 如果我們可以多關心一下他們 他們可能會有多一些支持 請坐 那就很簡單的介紹一下 我們當然覺得這幾年 因為這個兩岸三地這些公民運動 包括澳門 都有很大的這個 新生代的這個公民運動情形 那所以未來的十年 大概是這個華人地區 很重要的一個 轉型的一個階段 那但是不知道 剛才已經講到就是 習近平上台之後 這個對於我們中國的公民社會 進行的非常大規模 全面性的這個系統性的壓制 那包括最近就是有 上海民的律師啊 都被這個來約談 那現在還有很多人在勞理談一下 包括 我們還在擔心這個天氣大爆炸 是不是因為 因為有幾位遇事被關押的天氣 現在都不知道他們的 這個情況怎麼樣 那 所以呢 我們特別安排這一場 座談會有一個 呃 也是配合我們 呃 新發表的一個 一套書 就是這個 華澤律師他 編寫的這個 目的花在中 那這一套 雖然他是在談這個 2011年的這個 這個 目的花革命 就當時這個 中東的 這個 革命的浪潮也 影響到中國 那當時在中國 那當時在中國 有些人也發起這個 目的花的行動 但是遭到了這個 就像這次律師一樣 遭到這個大規模的打壓 那這本書很精采 就是他去 發展他去訪談了幾乎所有這些 被關押的這些人 那他們在這中間的經歷 跟他的心路歷程 那所以 對於 中國 現在的 社會發展 這個國家 與社會的關係 是 呃 很有信仰的價值 而且我們今天 呃 這邊是不能 賣書了齁 不過呢 可以 跟大家 可以跟我登記 我們今天往大客家 來送這個 這個書 所以大家最後 結束之後 有興趣的話可以來 對他那邊找我 那今天我們 起到的卡斯很強 那主要就是說 呃 有些人認為說這個 中國現在這個 強烈的打壓 其實也可能是這個 民主運動的一個契機 因為我們想到 當年 美利寶時代 這個 蔣經國他也是 想要用這個 民導世界來 把這個 整個公民社會 壓制下去 但是沒有想到是一個 反笑的 反而開啟這個 發明一代的 民主運動的浪子 那 那 所以 呃 我們今天就請到這幾位 福樂華者 他會介紹這個 中國現在 從這個 文靈華 到現在這個 發展的情況 特別是習近平 正學 將來的長相 那 另外我們也請到 簡時階先生 發示 美島時代 因為美島失戀而 產運到民主運動 那 是一個 也在推動這個 非暴力 抗爭方面 是非常自身的 且 很有 那 所以 請他從這個角度來 觀察一下 中國的走向 包括他其實也 因為中國的公民運動 也有一些 堅持的產業 那 吳建宁老師 他是 專門研究這個 中國的 這個 社會政治方面的情況 所以 也希望他從學術的角度來看看 這個 這個 發展的 趨勢 到底是真的 中國會進入一個 美島時代 還是說 十一個黑暗時代 那 我想 就請 還是請大家 來 聽一下他們的 這個 高解 好 那我們現在就先 特別掌聲 歡迎華澤女士 謝謝她 我先 介紹一下我寫本書的情況 就是 當時 2010年的時候 我們就中間 發生了這個 《魔力報》的問題 那在2011年初呢 就是有人在網上 匿名發表一個貼子 就是 希望 中國的 這些網友 也在中國 都能夠發行 反而 她當時那個貼子 很簡單 就是說 希望大家 從現在開始 每隔星期天 那下午 到你所在的 那個 中心廣場 去散步 最好可以拿點 朱瑞花 就是 這是匿名的帖子 那當時在北京呢 就是 她說的這些地方 特殼城市的地方 都是在 和中心的地方 商業以及 中心 在北京就是在 那個 林天安門墾近 王府井 那個 麥當勞 她是長安街 和王府井 小街的那個 麥當勞的那個 酒店的那個門口 那有一些網友 在對話上 看到這個消息 就確實就去了 有一些是 純粹是網友 不去管 那也有一些 可能是參與 一些公主運動的 一些年輕人 他們也去看了 看了不看 或者是 有一些人 是在網上 看到這個帖子 就有意思 就是轉發了一下 沒有做任何的行動 然後就開始一個大部分的認押 那次大概抓了 因為不完全的統計 因為我們 能知道的可能就是 那些 做公民運動的人 做維權的人 那有很多普通的老弟 可能就不在我們 的視線中 我們不知道 所以那個時候 大概不完全的統計 被抓了一個 千多人 我這個訪問 其實沒有 沒有那麼大量 我大概訪問一百多個人 那其中有一些人 告訴我 我們在看守所裡 就知道 就是說 碰見過 有被抓進去的 很多網友 聽說過這些情況 所以 最終統計有多少 我們知道 有的人說是 三四千也可能 但我們知道 可能他不會少於一千人 那次存在 他是 有普通網友 轉發的人 但是他其實 還是趁這個機會的 就把很多 維權人士 跟這個事情 沒有任何關係的 既沒有轉發 他也沒有評論 通常就是 有些人都不需要這些事情 就被抓了 他撤了一個機會 就是把所有的 這個維權 都被控制 然後呢 就可能 當時的州北方 是 這個 政法委 就是中央政法委 的書記 很多地方 他們拿到了 這個上方網件 就是你在這個時候 可以不攜帶下 然後讓他們 讓他們去 讓他們去 鎖醒 或者退出 這個群 所以就 不好意思 給我們看一下 是國寶 國寶就是 政治警察 就有點像 蘇聯的 柯克羅 然後 東歐的 斯塔西 就是這樣 公民警察 他專門是 控制這些 國內的 異議人士 維權人士 活動分子 NGO 總之所有的 他們認為 對政權 有可能造成 很危險的人 他們全都控制 現在他們控制的 範圍越來越廣了 然後 我這本書裡面 採訪的 一百多人 那些書裡面 並沒有 呈現那麼多 因為還是有一些人 他們 還是感到恐懼 雖然接受我的採訪 但是他們不希望 他發展出來 所以我們這個書裡面 大概有四十多人的 國寶跟賽道 嗯 他有文權律師 然後也有普通網友 最年輕的是一個高中生 他只是在網上轉發了一下 然後被 被傳辦了 嗯 所以那個時候 從我的經驗看 就是最近五年 第一波打題就是 2011年 林小峰獲得 莫貝爾和平獎 嗯 那本什麼整個 國際社會 對於中國的 這個 人選的狀況 就很重要 那一批就打壓了 那是第一波 然後緊接著第二年 就是這個 這個莫莉花 這個在中國就根本不存在的 打引號的這個莫莉花世界 嗯 就是 很多人突然家裡 夜半夜 然後 從天而降 從天而降 有國小的喜茶 就 我曾開放一個作家 他是住在雲南 嗯 他就是當時就發表 也就是說 哦 我們約某日 我會在 我們那條小街上 然後我喝著莫莉花茶 等著朋友來跟我 如果你願意來跟我見面 然後我約著朋友來一起喝茶 然後他有一天晚上 突然就是 十幾個人 從天而降 就進了他家 他說他住在一個 這個 白子 在一個小 小樓裡面 那個小樓是有好幾層門 有院子啊 什麼的啊 然後他說那個 一下就愣了 他說 近什麼啊 沒有戴眼鏡 他就覺得 哎呀 騙人 哦 你們很厲害了 然後怎麼進來了 對 後來別人說 因為他們邊上 有人是在蓋頭 他們翻牆 通過技術手段 什麼就進來了 就 就 就把他給帶走了 對 就是很多人的故事就是這樣 半夜 然後 破門而入 帶走 就是這樣被帶走了 有的人就直接關上看守所 那最好的情況就是說 你去被這個 約談多少個小時 然後嚇唬你 然後抄家 抄你 把你變成什麼 抄走什麼 這個是最 最輕的 在中國的這個 被迫害的這個情況 嚴重的情況 嚴重的情況就是 有些衣食 他們被秘密關押 就戴著黑頭套 然後 你不知道被送到了什麼地方 到了那個地方 就說 24小時 那個房間是黑的 有的有窗簾 但是全部用很厚的窗簾 你蓋住 然後讓你完全失去 對時間的概念 什麼都可以 然後24小時深處 最多的有個10天 都讓睡覺 就心臟瘋瘋瘋 做了什麼的 崩潰 有個律師 就是派軍人 或什麼 一些軍人 課警 穿了軍裝的人 然後 來打他 就是 然後用了一個很冷的天 在公票路下 吹他 後來 就是得了肺病 到現在 這個時候 非常嚴重的這個機率 最長的 這種非法 秘密 秘密關押的 這個最長的可能有 八個月 短的 可能也是 有二 十幾二十天啊 這樣 那在這種情況下 很多人跟我講 就是說他不知道 在那裡 他完全沒有外面的任何現象 有一個人 趁律師就是很資深的人 趁律師他跟我講 他說 那些國寶每天 就是個威脅啊 嗯 就跟他說 我們可以 判你行 可以判你 你已經可以被判復了十年 嗯 或者說 我根本就不判你 你就在這個地方 可能就在十年 完全沒有人知道你的下落 因為判刑 在監獄裡你的家 他可以去判到他 但是在這個地方 沒有任何人知道你什麼 因為他是在路上 被綁架來的 家裡人不知道你在什麼地方 嗯 而且你可能死在這裡 都沒有人知道 嗯 有一個律師就跟我講 是說 我 我心裡特別的就是擔心 恐懼 就說 我就在想 會不會萬一不滿 破裂法革命已經爆發了 已經很多人上街 然後已經升了整個動漫 就是開始的這個動漫 然後因為國內一直在傳就是 我們常常會跟國寶打交道的時候 國寶會威脅 我們說 霸道肯把你給埋了 幾乎所有的人都有過這樣的經歷 那就是在想 是不是就是 會真的把我們埋了在這個就是 被推翻這個政權之前 嗯 因為曾經網上傳過一個這個 幾百天的這個活埋名單 就是說 不知道真假 網上流傳說 這個國寶有一個名單 比如說是公共知識分子 人權律師 然後一些活動家 或是影響大的活動家 說在如果說發生革命 這個前夜也會把這些人給封排 所以他們在這個地址 就是完全沒有外面任何信息 多少天的那種情況下 就是有各種各樣的恐懼 那是我經歷了第二波的這個動漫 然後就是 一三年的這個公民案 就對新功力運動的這個進展 新功力運動有 大概剛才有二三十個人被判刑 嗯 他的這個核心的就是 許之勇 被判了四年 尋尋自私判了四年 嗯 那時候也是 很多人被抓進去 抓到判座所裡面 然後最後也是 取保候選的方式 取保候選就是 一年裡面 你不能夠隨便離開 你所在的這個地方 其實要去報告啊 什麼什麼的行動主義 不能完全自己的一種狀態 嗯 然後緊接著就是 今年的好幾波 所以七七月十號這一波是 就是有一兩百不十 對有的被抓 有的被約台 有的失蹤 有的現在還在失蹤的狀態 所以 我不覺得一次鎮壓 會說明這個社會轉型 是一個關頭 我覺得不一定 這一次鎮壓 它可能 可能 唉 接下來是 就是一個很漫長的 一個黑暗 不斷地會被鎮壓 是完全有可能的 嗯 因為一次的 大規模的鎮壓 而帶來了這個 整個這個民眾的覺醒 來站起來反抗 這需要有非常非常多的 這個條件 其中就是 然後 解老師就是 一直在做的這個 非暴力的這個抗爭 你有很多的這個準備 很多這個準備 組織上的準備 這個人對人的這個培訓 嗯 在那種 刑事到來的時候 才有可能 這個政策在那裡 所以我覺得 沒有一道事到底 在中規已經到來了 好 我先順利解答 好 好 那 那個 黃森林先生 你們隨時被補充了 從看看我們那個 背景的 之後大家知道這些 呃 被權律師 然後目前被抓的信息 那當然有些細節 還有 再多了 來賓 很多人也可以補充的 但是你們在發音的時候 我們那個鏡頭就不會對著你們 這樣 那我們先前那個 幾期接近老師 再發表一下 您的觀察 是在一個 經濟過敏 一倒人的時代的人 然後 走看中國家的進行 我們會跟華盛女士說 是一個漫長的 增壓過程 一個漫長的戀愛集 還是說 是一個 看見曙光 過了十年以後 他就開始可以 正常問題 可能會有一些 真正民主改革的出現 其實黨外 我是犧牲黨 沒有辦法 那時候 常投入的時候 還是在公共傳媒體 然後慢慢 黨外雜誌 畫畫漫畫 這樣的一個工作 對國民黨 我們應該說 在這個時代 很多年輕人 被美麗小事件 召喚的人 你認為那個 是台灣 一個良心 也是一個 追求政治民主很重要 那美麗小事件 當中 因為我們一個學長 我們會哪裡小 以後就要把它變錯了吧 所以對我來講 我是特別特別深 要感受 我那個投入之後 我發覺 一個 一個年輕人 在國民黨的教育當中 甚至於講解決過世的時候 我還痛哭耶 我到演繡過世 我那個時候 那種心情 我當那個時候 我還是當那個正戰官 所以如果 我對國民黨的教育之效 我是非常忠誠的 甚至於是一個思想 非常純真的一個人輕人 我變成一個 從黨外對我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招呼 他當然最主要在協助時代 如果 應該講到現在 是不是進入 中國是不是進入 美麗島的時代 其實比較難比較 要講這個 很難中國的政權 跟國民黨其實不太一樣 所以 以國民黨來講的話 它在討論教育 就是一種接受希望的民主 所以我們各種都講 民主啊 投票啊 代議政治等等 現在中國不是 中國是 以中國式的民主 中國式民主的講法 它是 要肯定希望的 所謂的共和社會啊 先制民主啊 或者所謂的那個 所謂的那個 普世價值啊 那個都不能打 所以要欺負獎 欺負獎 這三樣之後 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 媒體的自由啊 還有那個 人情啊 公民 公民 公民權利的 這個都不能講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氛圍之下 其實呢 反正測試第一題的 要把 要把 這個價值 建立在中國式的民主的歧視 它所謂叫做中國式的民主 我最近 有 有關於這方面的一些論述 我大概證明一下 中國式的民主 就是把孔孟 那個想法 推演到現在中國的統治的正常界 因為孔孟的 所謂的 孔孟的 它說中國也講民主 它在民主的時候 統治的時候 人民的主的 哪就叫民主 人民的主的 叫民主 但是 他認為孔孟講的是 應該是一個有道德主義的 是人本的 以人為本的 所以應該是一個愛民的 只要你統治是愛民就好 統治愛民就好 所以現在中國 我看一個統計 將近三萬多個 派了三萬多的人 去研究新加坡 新加坡好像是東方民主的一個實踐 比東方的文化形成的不一樣 而且很成功的 所以像這樣的 從經濟方面去滿足人民 那政治方面 實行這種威權統治 不民主的方式 我想中國對新加坡 非常有興趣 所以如果要講 中國式的民主 他那個成功的例子 就是新加坡 那如果 如果以台灣的那個 免疫老時代 為什麼 我們會有機會 因為我們的教育 就是西方的民主教育 課本也是這麼講 孫通山的商民主義 也是這樣的 所以這個 對國民黨來講 他所執選的 跟他教育的 其實違背 我們不可以執選 為什麼這樣 為什麼總統不能執選 為什麼 現在是蔣介石 再來是 余佑任 我要戰爭余任 還要戰吳三連 一連下去 這不對啊 所以為什麼不能選自己的總團 所以為什麼無寫 就是講 如果你憲法來講話 六年 你聽到兩年 為什麼要去當他搭 這我們會有執選 所以台灣黨外時代 台灣黨是以國民黨所教育的思想進 挑戰國民黨統治的不正當性 那現在如果也在中國 他現在大概先鞏覆他的那個價值 所以如果是以中國式的民主 把那個中國的威權 那個軍族統治的那種概念 傳統下來的話 那如果不僅挑戰這一塊 那我想中國要真的來變的話 因為那是價值觀 你會被定型 好像對 那我們這樣過 我們英文的領袖 很愛言 很輕人 他打貪污 這些都讓 讓他的統治 好像會有一兩兩制 他所謂的政當性 第一法制 法律上的 他的政權到底怎麼來的 他是怎麼選的 他們主席是 才是個 牛妹子執行 甚至前面都認同 沒有人敢指定 這個才是一個統治的不正當性 這個統治的正當性 其實是現在中國 如果要論述的話 從這邊開始 那我如果從黨外 黨外的經驗來談的話 其實黨外也曾經有過路線之爭 那說我們在編聯會 我們算比較年輕的 這個新生大 我們主義的編聯會 跟公政會是有競爭 公政會就是公職人員 或是已經有那個 有那個議員啊 市議員啊 或者是那個 國大代表啊 或者是立法委 這些公職 就是公政會 那一些辦雜誌 辦雜誌宣傳的 這些幫他們進行的 這個 我們說這是編聯會 編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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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我們主要的工作 台灣跟中國現在不一樣 我們要想一個組織 中國如果是以摩蜜花在中國 茉莉花其實這也是沒有你黨 也沒有組織 那這個呢 誰會合理 中東的茉莉革命 或者誰 還是有組織的政黨 還是有組織的那個 政治集團 他們可能就是得到政權 或是讓人民把台灣 你都能得到政權 不可能啦 所以組織很重要 像中國最困難 沒辦法組織啦 你一組織就被瓦解 所以黨外實在是因為這樣 從不合法來 你不承認我們 我們還是組織 我們被抓了 後面的人 對 後面的人給 新唐的合法 你才認識新唐 新唐的當初我們想要 要突破戒嚴 要組織政黨 要組織政黨 我們主要還要分農三批 那時候我還在第二批 那被抓了 就是說第一批人 因為雷震主政黨 一批就完蛋了 全部抓了 一批人 他們沒有辦法準備 一批人 就只要他一批人 只要一批人 就全部都完蛋了 那如果說 被瓦解說 沒有了 第二批又出現 又被瓦解 地上又出現的話 我們有這樣的設想 所以這事情 有組織 他知道 我們用什麼 知道用什麼方式 去突破目前政治的歸比 然後去突破 那個所謂的黨禁 還有報禁 還有這個報禁 這樣的一個戒 就是戒體制 就是在中國 到目前為止 其實要到 進入到每一條時代 我覺得 就這樣 理解 其實理解 我好像比較像 比較樂觀 會講一下 比較樂觀 中國進入一個 每一條時代 這是故性的可以 但如果 你把它的 很真的 去理海裡 真的是有一點 一廂前面的 太樂觀了 你如果曾經不去到 不要 台灣 另外一個叫 陳提姐 他寫美文章 就叫網國 以前他沒有文章 他講的是 台灣不一樣 第一個 台灣 美國 美國是 蔣介石政權 他聽美國的 美國 美國在台灣 他說 應該要 民主化 對台灣的戒嚴 蔣介石的統治 其實美國 是有意見的 像台灣的民主運動 來講的話 其實 由美國 做核頓 而且 國際上的 像美利爾事件 發生 或者政治 判亂罪 在沒有之前 另外1975年 我的朋友 那個誰 把他唱 他上去 當時我還是學生 我跟他在一起 我擔心 他每次坐在公車 開始罵檢查 開始罵蔣介石 開始罵國民黨 他很大聲 我就是賣賭公 我在公車上 大概嚇死 他就一直講 他媽是女 後來他說 因為 開始去印刷 蔣介石 為什麼不給公務女兒 那很震撼的機會 這個 四個長長沒什麼 但是那個時代 你知道 他說就跟你判亂罪 對這麼一種攻擊 對 對眼鏽 這樣的一個 一個汙昧 所以 他就被判得 無形無形 所以 我認識的 常常 以前也常常在一起 聽他 聽他 大聲 大聲 一個 不怕死的 一個 政治性專家 那個時候 如果要講 1975年 1970年 這個時代 這個氛圍 中國大陸 就有這些人 那現在有這些人 不管是 羅劉雄 或者是 高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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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付 對 還有 那個 那個 法令的 歷斯 歷斯 還有相當多的 東北大陸 這個看起來好像 每條世界的歷斯 對 歷斯 出現在一個 反規洞裡 一批這麼多 就好像 中國是不是 進入美金黨的世界 其實 不太多 第二個 台灣有 有選舉 選舉本身 是一個 是一個 民主衝撞 最好的 民主價錢 所以為什麼 民進黨 主黨 就在選舉前 選舉之前 1997年 1986年 九月 那因為 年底要選舉 所以在九月 後來 我們主黨 我們三波 準備 對於三波 後來都沒說 為什麼 選舉的時候 是一個民主價錢 只要你衝撞 馬托跟黨 或者更進一步的 激進的一些 政治選委的話 他不敢抵抗 一抵抗人的話 他選舉 跟人民會的同情 黨外 黨外 候選人 或者黨外 這些民主運動人士 所以 國民黨的選票 不會下降 所以真的對國民黨 是有畏懼的 像中國大陸 沒有選舉 比較麻煩的是 跟台灣要完全不一樣的 連選舉都沒有的話 就比較難 當然 不是選舉 才能夠推翻一個 推翻政權 甘地是不是用選舉選 是不是靠 沒有啊 他在印度 他覺得 不關心說 英國也 要在印度 有 他沒有多大打 不是一般人民 一般人民 關心制度 他去選 你要選舉有沒有用 所以他說 英國統治的不正當性 然後開始 事業開始 為什麼 原稅 為什麼人民的生活 要被剝削 帶人民到海邊事業 去挑戰 英國統治的不正當性 去用這種方式 可非暴力抗議去召喚人民 所以他就不是 他 他不是依靠選舉 推翻英國 英國的統治 也不可能 當然 他不是用這樣 那另外 就是 以中國 中國 中國目前的政權 來怎麼 一樣的 那個 南非 南非黑的沒有選舉 但他就憑什麼 把白人的 政權推翻掉 你說 白人 南非的 白人的政權 跟現在中國 比起來的話 南非的白人 比現在中國更可惡 他們殺人 開槍是 我所欲為 但是 國際的壓力 他們 也是不管 跟中國大陸一樣 現在 中國現在 開始 經濟發展之後 他這樣幾乎是不怕 國外的 日本批判 中國的 人權啊 民主啊 中國現在越來越強了 你就可以低膽 你這樣可以 有一種 自我 超越 你這樣西方 所以 要火定西方的價值 所以他現在比較 比較擔心 外面的壓力 那 南非 也不擔心啊 但南非的白人 為什麼被對外表 也想被暴力抗爭 所以我認為 推翻 中國的統治者 統治喔 但暴力不可能 因為暴力本身 最強的自治暴力 在中國的 中國統治者手上 軍人 警察都在他手上 那你怎麼辦 所以非暴力抗爭 中國 在中國的MGOA 中國的危險人士 開始要研究非暴力抗爭 非暴力抗爭很有用 你抵制他 不服從他的法力 這很重要 所以現在南非 他最強的 那一次的運動是 聚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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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白人的 白人的產品 他們用黑的這種 忍耐自己的手 把他們死後水平下降 不滿白人 來放過之後 讓他們倒一倒 讓他們把他們脫回掉 這些 讓經濟的利益完全被變除了 另外就是一種公務的排除 比如說像在中國大陸 像國保 像官員 我們可以用公務排除嗎 大家都不能跟他講話 甚至親戚朋友 或者是你有什麼樣的活動的話 都不招待他 都不邀請他 就把他 在什麼社群有被排除掉 乾淨說什麼 他呼籲 不要當煙火的官 所以因為你在地方 當那個煙火的小官員 這個印度人 他沒有 他沒有 他不用仇恨 只 就會用公務排除 就不跟他當朋友 不跟他講的話 你們不要這個沒什麼 就不會把你壓根 對你有國保還講話 他周遭的朋友會感受到 但你很清楚他 我覺得他是一個 為一個煙 他是一個 一個統治者的煙錢 所以 也會看不起他 在社會裡面看不起的話 他這個職位 就等於 沒有作用 就等於 沒辦法再發揮 他的政黨線 獲得他的壓力更大 類似這個叫 揮發力抗爭 也會帶來 整個反復 當年 台灣也是一樣 我們在建議時期 那個 所謂的警備總部 邱一人被抓的時候 我們很怕 邱一人被抓 很多人說 可能會打股你們這些 新生蛋 他還用那個洩露機密的罪 抓到時候 我們狂啊 我們不逃 我們去營救他 那個時候 調查局 有時候被我踢壞 就把調查局 那個鐵人 可以升降 我就一直把他衝撞 我就用腳把它踢掉 因為你們都不能開 為什麼 那個時候 我們的憤怒有氣 你說這個調查局 或者警總 你敢動他嗎 這樣的統治者 當你不害怕他的時候 他根本沒有任何 對我們任何的威脅 他就接著說 自欺人 好像 你用什麼恐嚇的利誘 都沒有去 鎮南龍發起那個 龍三師 我是當總指揮 調查局的人 還有那個警員 我們當地警察 第五組的人 都到我家去 站剛 順利益到我家去 還有講一些威脅 利誘的話 那如果 那個年代 跟現在中國大陸一樣 你會抓住到這樣的一個 親戚 有害怕 哎呀你不要管這個 不會這樣 但是你挺過來 你不怕他 他不怕 開始怕你 因為我們有組織 我們只有你被抓的話 不會就瓦解掉 組織還是會向天 就是那個組織 像中國大陸要先突破 我們如果組織 這個組織 要如何去召喚人民 參與你的理念 那我在想喔 如果以中國大陸來的 你說現在談那個 像年八獻章 他好像太不良 但是你可以用你的方式 如果你可以用那種 談越來越的方式 我應該要進過一個 美好的中國 為何 證明你要過什麼生活 我曾經在那個 當中作夢 有一位丁剛 他寫了 他寫了一個瑞典 他寫了一系列 瑞典的系列 因為他跟瑞典 然後被判到瑞典之間 外交工作 所以他寫了什麼 他寫了一個瑞典神話 其實在中國 很多人看 如果說像這樣 你把國外的這個 不像希望 你說社會主義當主 當主 當主主 因為這個社會主義 是有正義的 當然也不是社會主義 他也不是社會主義 有社會民主主義 但是在中國來講 他就說民主社會主義 他就說民主社會主義 用社會主義來扣 他說社會主義 他就是美國的 所謂的資本主義 或者是所謂的 希望的民主國家為之 那如果用社會主義 這樣來描繪 他就談 後來我跟他談文章 好多人看 在中國當然很多人討論 但是我已經四個十年了 我談到文章裡 我留下了 今天蠻有趣的 就是說 在中國開始要談的話 不是把他挑戰他 政治的直接挑挑 你可以批評 你可以講的 就是在那個 看你那個階段 你要不要突破 為什麼正常人家 1987年才比較 台灣獨立萬歲 找我們這樣打萬事 我們比較挺 1984在新潮流 我們已經把那個 商標文啟 台灣獨立 還有那個情同運動 以及社會民主 這種商標文啟 我們找到挺 但是為什麼 政治的口號 號召人民 台灣要獨立 為什麼 不會那麼難 也就是說 言論 言論 提出 跟人民的共鳴 什麼時候 甚至說 你的安全感 你的安全到什麼階段 如果 那你說 正常人提出來 沒有被抓 因為1984年 台灣獨立的 台灣的 所謂的 台灣人地位 一定很難 一直在論述 所以我覺得 以目前來講 中國的私事問題 應該是從這裡 一挑戰 他 也就是說 姚家文講的 踩紅線 他你知道他 紅線在哪邊 紅線在哪邊 你超越紅線 就超越他的 紅線兩張部門 這樣能慢慢突破 他的部門 當然 更有機能 可以突破更高的 更超越一點 但是你要幫他維持 那後背要的人 可以 可以 可以研究 甚至這個 難過運動 有人被打壓 變成一個運動的再起 民進黨事件 也是一樣 因為民進黨這些領導人 被逮捕 貪農罪 治罪 所以 反而引起了更多的 新生代 統一代 打斷運動 我覺得這是一個 台灣的 台灣的運動 是可以 裝了一些參考而已 變不能夠 變不能夠 反而抗議 不可能抗議 發生的大陸群 所以 我個人覺得很難 現在真的要去挑戰 因為台下有 中國四個民主 這個思想價值 如何去挑戰他 不然變成 他們統治的正當性 變成一般民眾的 洗腦認同之後 就比較難 對啊 這個西方的民主都不好 你看多遠話 國會多遠話 第一是民主 也不是民主 而且 誰說 中國四個民主 是人民會過了好的生活 中國經濟的發展 但是你們可以回想 中國能夠維持發展 維持政治的能力 是靠經濟的 那 他能不能夠完全 一路的順暢 當經濟有一點混沌 如果經濟或者經濟下錯的時候 民間會失望完畢 這些都是知識分子 在國內的運動裡 都要開始去做一些準備 那 那個 講理念 一定要一直不斷地講 挑戰錯誤 正的錯誤 然後 這樣 那個 國家的宴警 這樣不斷地去暢訪 然後 因為現在 也不像我們當年 我們要辦雜誌 才能被沒收 沒收 你就很難 很難 把你的理念傳播出去 現在幾乎 可以再說 雖然他網路 他 網路檢查 他可以 他可以 隨時辦 但是 我覺得再怎麼樣 還是網路 未來是可以突破的 現在突破 現在突破 現在當然 有些是困難 未來的技術 未來的方式 通通可以 更容易突破 就是 那 台灣 台灣其實 對中國大陸 應該做一個更好的 就是 台灣不要一直打 中國大陸 他在都死了 其實中國到底會不會在意台灣民眾的形態 所以台灣呢 因為台灣是中國 為三位統一的 唯一的一個地區 那如果台灣 如果看中國 中國會不會平順的 統一台灣 變回台灣 其實 是台灣民眾的 意志 跟我們的政治領袖 要政府 現在蠻久的感情 現在民進黨 對中國政治不敢批評 這個才糟糕啊 現在 市區民進黨 所謂的 所謂的 一中原則 他就不敢 維護台灣的主權 台灣的價值 敢不敢 提的更新主義感 因為他擔心 為了大選 中間選票怎樣 你又不會改善兩岸關係 其實 看到 台灣的發展 從318學運 一直到現在晚課綱 其實現在都在晚中啊 台灣整個民間 其實 跟現在執政黨 如果臨床起來 國民黨就是因為這樣 國民黨因為太寢中 所以他現在 你看他的萎縮 他跟台灣的主流 民間主流的價值 是違背的 所以國民黨其實 他就走這樣 跟國民黨 跟台灣的主流的價值 違背他才會是萎縮 他政權而言 所以他很難選 所以他不要以後 但中國搞好關係就好 就是這樣 那民黨如果這樣搞的話 台灣根本有希望 所以我覺得 民黨也要很有勇氣的 要對中國不民主 中國對大陸人民的打壓 其實譴責 大力的批判 還有民政的力量 應該更多的去關注 台灣的 中國的民主的發展 這樣的話 我想台灣能夠扮演 一點力量 一點影響力 我覺得 而且跟大陸的民間的交流往來 也會帶來更多的理解 也會 兩岸 兩岸 兩岸其實會 又別於又理解 才會產生一種 所謂 追求民主自由 聯盟的力量 所以 有辦法再說 謝謝 好 謝謝 現在這裡有一個 內容的分析 然後 就是 表現不一樣 所以 行動上要透過民主選舉的方式 在中國 想找你 來上提的兩個 一個可能參考 印度 或南非的 Weball的控制的方式 可以帶來個參考 謝謝老師 可以請你們建議 我們來分享一下 他對於資格的看法 來 我們對你掌聲歡迎建議 我們今天要討論 題目是中博士 已經進入每一條時代 然後目標點是 後極權 革命變成這樣 那 我會嘗試 提出一個 看這個問題的架構 就是這樣 才可以討論 可以做比較 事實說 中國大學會 保得出去 那 剛剛 姐先生做了很多 精彩的 過去歷史的表述 那他是運動界 民主運動 軍動運動的 老前輩 這一方面 我可以提供的 就是相對 稍微多 那我記得 美麗島事件 政家 發生的時候 那是1979年 國際民主運動的 12月10號 那為什麼發生這個政調 那是因為 黨外 當時的黨外團體 準備組織了一個政調 那79年距離台灣的上一次 可達多少年 已經差不多 六十四十九年 1969年的時候 只有跟國際政跟台灣的地方 黨外運動 民主運動手 阻擋運動 失敗 所以那個政壓 等於1979年 才有第二個機會 但是那一次 蔣經國會決定政壓 而且政壓 就是所謂的被暴政政 其實那個所謂的暴徒 極可能就是國民黨的地方拍戲 派妥瑪去做出來的那個案子 跟民主要不要暴徒的意思 那我記得那個時候 那時候 就採取 最後在美國案底下 採取國安審判的 那暗日發生之後 整個電視台 經常都是用官方的角度在報導 那個時候的新聞局的 首長是誰 不知道 不知道我們是總之外 所以那時候 我是高娃生 我記得我是高娃生 我們家在開傳商館 就是有電視 印象沒有三個 在那空檔的時候 看電視新聞 看宋楚瑜 一副那個官府偏偏 然後正義以來 在譴責 這個黨外的暴徒 有用政府的立場 用國民黨立場 所以今天宋楚瑜出來 選第14世選總統 我剛講的話 他要主持這個轉行正義 從我們這個 現在聽住 中年人中生的 看待聯邻 這個心理感受 那是非常的氣氛 是莫名其妙 就是說 他應該先把自己 正義轉行掉 好 所以我剛剛提過 為什麼會有每一個事件 這個鎮壓 那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 黨外人事要阻擋 國民黨不影響 總統不影響 但是他鎮壓下去 他來討的超過100% 那其中他認為的 少數的論證 他就是用軍華審判 軍華審判 在當時 貪犯罪是 是可以判死刑的 是非常嚴重的 一個鎮壓 然後整個兩岸就是 共生惡例 共生惡例 那這個過程 大概是 幾乎所有 黨外的第一線 在運動第一線的 這個經營們 都被害群 都被害群 只有少數幾位 都被害群 都被害群 那除了這個第一線的 這個領導人們之外 包括這個運動幹部 也被害群 被害群 被害群 那我們就問說 因為他不該審判 對不對 審判需要什麼呢 需要律師 對 需要律師 所以當時台灣產生的第一批 戰鬥第一批 大規模的律師色彈 就是今天中國的維尼玉山 維尼斯色彈 所以是 我要先說一個不同點 是說 美麗老師見過他做 你的話很清楚 當時被逮捕的是 那組黨的運動者 黨派出來聲援了 出來幫助電力的這個運動 是一批 20多歲到30幾歲的律師 年輕人 非常勇敢 有正義感 然後這個不是生意 這個是冒著身家危險 感覺挺生蠻粗的 有這樣一批 這一批的這個律師世代 就成為後來台灣 過去是二三四年 民主運動的重要 剛剛那個 小先生有提到一些 然後更多更多的 都參與在這個 營救行動 這個維權律師 那都是 那公開審判 跟當時的 國際政治有關係 美國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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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是我要第一點的 提出來的一個 提醒各位比較分析的點 第二點就是說 剛剛那個 Jem提到 台灣在當時有所謂的 選舉假期 什麼叫選舉假期呢 就是在一般沒有選舉的時候 當時台灣選舉是有限選舉 有限民主的話 有限自由的話 底下的選舉 就是 它開放一些 在中央政府 在國會的情勢 主要是立法院 開放一些 非常少數的民俄 讓你可以爭無選 以前爭的一些民俄 然後無選一邊 後來就是有白選 這個額都非常小 這個額都不到整個 國會的十分之一 所以即使這些人 全部選上 是趕快選舉上 對國民黨政局有沒有威信 沒有威信 所以這個選舉的結果 是不能造成任何 政權體的轉型 民主法的壓力 那 但這個選舉的意義呢 這個選舉的意義在 讓台灣的民間社會 每三年、四年 有一個週期性的 動員的機會 可以讓民主論述 讓主持工作 不斷的延續 讓民主選 那這樣一件事情 在中國也幾乎是沒有 因為中國就是 直接選舉 只到這個 出軌 出軌 出軌的城市跟居委 你那個四川 霧雲 那上到鄉 你被被被被殺掉 因為他發言 都會選上 你說中國政府 那台灣的話 是確實是 什麼地方的選舉 如果經過 幹個事情 才變成 總統之選 所以在選舉假期 就說你可以去領國民黨 那個 言論之度大很多 平常你隨便做一件 那個批評的事情 寫個文章 一定會被審討 被黑掉 你在 包括在校園裡面 如果講這個反政府的話 馬上就會被經過 被交換關係 這種事情 我們在許勝時代 都經歷了很多 一直到 我舉個意思 一直到1985年 85年 86年是台灣已經 主民民黨 馬上要自由化 到85年 我們在台大的 那個校園大陸 想要登一篇文章 就是說 用階級分析 那 那 審考的那個 等到的 大長局的 要不要 就說 不行不行 階級是中共的用途 是總派的 你要改成堅持 改成堅持 就是比較中性的社會學動力 看你要不要 如果你不要 的話 你就不能分 就是用這樣的威脅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 其實國民黨 對台灣的這個 社會公司 還蠻緊的 但是他的鎮壓 他的鎮壓 比較遠 確實是沒有今天中國的 恐怖政治 這麼的全面性 這麼的恐怖 這麼的全靈異 那這還是有差別 但是呢 對於一般的知識界 文化界的掌控是非常輕 當時的文工會 現在已經沒有文工會 這個組織國民黨 當時的文工會權力非常大 權力非常大 所以 這個選舉架其實做了一個什麼事情呢? 定期的有限選舉 從地方執拳 首長執拳 引到中央民隊的政府 就是讓台灣的民眾 可以跟民主運動精英連結 至少可以幾年 那這個對台灣的發展其實很重要 就是說 儘管蔣英國想要一舉鎮壓掉 黨對運動組織 但是他沒有化解 因為定起來 讓群眾可以跟精英面對面 所以呢 在美聶島鎮壓之後 一兩年就我們在選舉 也是一個征服選擇 我們在街上看到什麼情況 你知道民青上輩了 那個宣傳車就是像周青玉 然後叫我們的太太出來去 那時候就是 先生被抓了 哥哥被抓的 就是太太出來 跟弟弟出來 跟弟弟出來 宣傳車啊 群眾經過就是 很多人要來贏 或者把錢 一千塊 就丟到車上去 就是用這種方式去表示 表示贊助 表示同意你的理念 所以你看得出來那個民青上輩 是站在什麼地方 所以當時 儘管你去做民意調查 或你投票 投出來 在黨外只有三層選票 但是那三層選票 是非常具有高度 政治啟蒙 決心的群眾 那個意義就很大 因為另外七層 可能是有不投票 或者說投給國民黨 可是那個民主理念程度 是相對低 或者說支持為權價值 但是那三層 不斷在最危險 台灣政治壓迫 最厲害的時候 還是有三層主要的選民 去支持黨派運動 就表示台灣有一群人 長期即使在國民黨 還是我們圖示一下 有一群頭腦清楚的 在支持民主運動 所以這選舉 讓這一群群眾 跟站在第一線的反對經營 能夠站在一塊 投入 那80年代就是 初期就看到所謂的第二次 把這個投入 我們校園是 就是我們當時的大學生 校園就是風聲樂禮 然後這個審稿 各方面都非常的 都很不明其妙 各位比較年輕的各位 現在高中生或大學 不能想像我們的年代 已經在民主化的前夕所經歷的事情 就是這樣 包括在舉個例子 我講過蠻多遍 但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 我們那時候辦理文學中 我們在學校辦理文學中 那藉文學中來請一些 我們心目中 請民黨的民主權力來演講 我們請楊葵來演講 各位知道楊葵嗎 各位知道衛楊 對 知道楊翠 對 然後知道楊葵 他們是一個家族 那 楊寶先生 日據時代就是一個民主 把他們的東西 可是到國民黨年代 他就是發表一個宣言 然後就被關了四年 關出來之後在東海做同場 在台中 那我們請他來演講 那這個楊葵只能講日語 一個台語 他沒辦法講這個華語 國語 他沒辦法 那我們可能請到自己演講 所以我們就請到我們台語演講 可是台語演講 在當時台大教練會 所以就想說他需要人翻譯 翻譯 你知道嗎 但他為了誰來翻譯 都要被學校談判 兩個禮拜 才能夠協調出一個 學校來接受的人 我們也接受 最後是協調出哪一位先生 協調出台灣 非常有彼頭 又變得賞人家 就是鄭清文 鄭先生 所以你可以想像 民黨的控制 對於他想要控制的文化 校園部門 他是非常的細緻 在這樣處理 那這個是1983 八十年 所以後面一倒的 台灣社會跟校園 都在一起 那我說的 這個都不是發生在選舉期間 選舉期間整個社會 是非常看過 什麼話都可以 喊出來講出來 但是他那個時候的國民黨 他其實威權統治是喬頭之魔 有三件事情是壓迫著 國民黨政權面對壓力不得不 不改變 但他改變不一定是 朝著政變方向 朝著政變方向 朝著政變方向是因為 反對運動持續進行 有三件事情才有做 一個是蔣經國的計算聯繫 他年紀夠大 身體這樣不好 八十年代初期 蔣經國好幾個重點 都怕死掉 所以他必須有個繼承軌跡 因為當時的蔣家偶像 就像今天的北韓一樣 是家族王朝 那這個性質 跟中共的政權性質很不一樣 那這個家族王朝 從蔣介石做了幾十年 傳到蔣經國 然後蔣經國會不會培育他的 兒子去繼續當領導而已 他是各種傳聞 那也看到了一些跡象 他是在培育他兒子 想要成為台灣基盟幹領導 但是民間反對聲音很大 就是不可能再接受這個事情 當時第二個 對國民黨的壓力 就是第三波很清楚 第三波很清楚 就正在 在東亞地區 慢慢在燃燒起來 我們台灣的運動者 從韓國 會比這個卷非常清楚 得到很多其他靈感的 跟陽性的競爭 跟互相學習 所以整個大氛圍 是一個世界正在進行第三波民主化的氛圍 第三個因素是美國態度的改變 美國態度轉變 美國在冷戰時期 在美蘇對抗最激烈時期 他是支持很多不裁政權 支持很多不裁政權 甚至支持軍人政變 推翻要主義的政權 在全世界 最有名的歷史是 智利的IF政權 1973年 就是用CIA原格當地的軍官 就是那個民選 推翻IF IF是民選的共產黨民主 民選的政府 民選的社會主義政黨 政府硬生生被軍隊推翻掉 然後在進度10多年的高壓軍事統治 暗殺、謀殺 然後執行這個新自由主義的民選 自由化的政策 所以在冷戰高峰 其實美國是支持 蔣介石的衛軍統治 可是到了80年代初期之後 冷戰局是慢慢打開 最先打開在高瞄 他來自找沒辦法多說 但是他的冷戰的減動在高壓 進行的比喉做得少 比喉做得少 當然比阿富汗那個地方 那個狀況必須更少 所以台灣是第一波 承受到這個震撼 這個敵人政策變強了 美國慢慢越來越支持 一個比較自由化的戰鬥 所以這幾個態度準備 也是讓我們剛剛說的 民意黨公開審判 美國的態度是一個做法分析 這三個因素 讓國民黨的統治 進入喬口之中 所以我就可以想想看 今天中國習近平政權 它存在的危機是哪些類型的危機 比如說我們有個清單 習近平政權有沒有繼承危機現在 政治紀制 Succession 根據中國過去的基底領導 所謂的那個 基底東農事的概念的話 是十年要慢下來的 那現在在第一任的任期 然後他馬上用法第2任的 那個領導基金就決定 如果按照過去的規律 可能會決定下一個 下一個十年的這個 新的領導基金 但是他可以不下來 好像他可以不下來 他做了很麻煩 好像是不想下來的 然後現在世界會進入 第10國的民主化 我們可以怎麼說嗎 阿拉伯士村 阿拉伯摩尼哈佛 林露克 但是現在 我們這次學界 在討論另外一件事情 是第三國民主化的很多國家 就台灣屬於這個系列 很多國家是進入 第三國民主化的逆流 很多當時的第三國民主的國家 是進入民主黨被追擊 即使過去台灣七八年 也是面臨這個威嚇 只是說這個東民之衛很強 他有去阻擋這個 這個很友善威權的華國 不是推翻了 就一定不講得很好 不確定 人類社會從來 就是現新發展 那已經公民社會 對 是 那美國帶度 美國帶度 當時對韓國 對菲律賓 對台灣的影響力非常巨大 這不用說 包括今天對日很快的巨大 可是美國的帶度 對今天中國的影響力有多大 這也可以 某個程度 也可以量化的方式思考一下 美國有什麼樣的概念 或工具 可以去驅迫中國 參與中國發展 這叫我說的第二點 就是可以做比較分析 第三點是說 各位應該很多人 讀過那個 班農先生的想像幫忙幾部類 班農先生是一個 當代重要的政治思想家 他提出一個 很有趣的概念 這個概念叫 遠距離民族主義 Long Distant National League 就是很多民族主義 他的推動 或者讓萌芽 不在他民族主義的標的社會 而是將在一個遙遠的國度 遙遠的塌方 然後開始進行 然後呢 慢慢運量 有些情況 他會傳遞為自己的民族 回去 OK 好 那我們用Anderson 這個遠距離民族主義 來看台灣 就會很清楚一件事情 台灣在五六十年代 一直到七十年代 在海外的遠距離的民族主義運動 深刻的影響台灣的國內 或者國內的運動 就是 台語概念 自覺權的傳播 不一定台語體高 或自覺權 法律的這種 這種 這種民族概念 都是慢慢從台灣存立回來的 我這種說明 不是否定說 台灣有自己內生的民族動力 而是說 台灣是一個重要的 對 那個 催生民族的一個 一個動力 這個 等一下可以補充 很多教訓 好嗎 好 那 如果我們GioLandus的概念 距離不足以後 其實我們就可以把它放下 把它看成這些很距離的民族運動 很距離的運動 我們從這個角度看 從這個角度看 其實我們看到今天 從中國大陸 主動或被迫到國外去 有抵抗經驗的 維權人士 運動人士的 數量非常多 而且好久待 多 其實這一批運動人士在海外 也是代表一定的角色 但是他代表功能的角色 跟當時台灣的海外運動的 這個性質也不一樣 這是我們剛才可以做的 做比較多的 所以讓我們是更多的 知道這個時候 好 那我們知道 1981年 就是我考上大學那一點 台大校園就是發生一件 政治謀殺案 就成文哲的國師 被從研究童主管頭上 丟到地上去 可能他被丟之前都被打死了 或者一一行之後被丟到地上 就是個政治謀殺 那這個謀殺者是誰 應該是很清楚 你看很清楚 雖然好像都找不到 這個行中者 但我會選國家 誰被謀殺 誰被挖的坑排掉 你永遠找不到誰去控訴 但是這個不會是 趕快民主人士吧 神明神 這個丟到 丟到 丟到我們底下 這個事情 非常震撼的社會 非常非常震撼的社會 非常非常震撼 所以陳博士是一個優秀 嚴勤的恐懼選家 然後前途到 那他當時的支持 在海外支持 台灣的民主力量 然後經常來討論 那這個事情 就讓我們把第二點 都剛剛講的第二點 跟第三點 這個嚴峻民主運動連起來 就是國民黨 就是恐懼海外的民主力量 跟台灣黨內的民主力量連結 所以才去審訓他 秘密指定他 架海人他 上面 然後給處理 要給一個訓想的社會 說你們不要再做這個事情 再做你的照片 這樣子 這樣子 那第四個我要說的是 其實從台灣從70年代開始 不是從80年代 從70年代開始 就有一個混國 慢慢興起的 混國民間社會 那我會自己 我會用民間社會 不用公平社會 那我會用民間社會 是一個混國 非常混國的民間社會 然後呢 慢慢產生一個論述 這個論述 是從黨外開幕 從民間 從各種論壇 像不到非正式 以前沒有說 都該論壇 那很多非正式的論壇 相當多 我覺得主持人參加了很多 這個論壇 慢慢發展一個論述 就是把國民黨的定性 這個政權的定性是 不是外開政權 是一個非本土型的政權 沒有學術的概念 它不是本土長出來的政權 不是從台灣的社會 跟結構裡面長出來的政權 它是一個移戶的政權 是一個 是一個非本土型 外來型的政權 這個論述非常重要 這個論述就說 為什麼中標 馬上就會突出國民黨的同志 政召性 因為它沒有問題選舉 它雖然說它是民主國家 說台灣是民主國家 說中華民國是民主國家 說它政黨是民主政黨 但是它的合法性來源 比如是用選舉 是自我指定 是個王朝 對不對 是一個家族地產的王朝 所以你去用論述 用思想去定性 它是外來政權 就慢慢的突顯 它的統治不正當性 從突顯到法徒的方面 那法徒就是這種 道統法徒 然後通過教育 不斷地在這個學生 教科書裡面關輸 為什麼現在看他維條 會鬧得那麼厲害 為什麼好奇代人 會聯合起來 抵抗所謂的維條 那個道理很簡單 就是它 要抓住它 這個中華民國的權盟 要抓住它 統治正當性的最後一根稻草 已經非常的desperate 要抓住這最後一根稻草 要將它政權 交出去之前 硬要把他們的事件官 這種議員的 中華民族主義的事件官 灌輸在這個 下一根稻草 所以呢 在七零年代開始 就有這個 俘古的民間社會 展現的方式是什麼 就是台灣叫做自立究竟 在大陸叫做 警察暴 群眾事件 騷動 這些事情 那自立究竟在台灣 當時非常多 規模小 但是持續 然後從各個領域 各個台灣社會的矛盾 領域 國家跟社會的矛盾 或者資本跟人民 資本跟社會的矛盾 各個場域 只要有網路的地方 都會產生這些抗爭行動 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 到了八十年代中末期 在台灣比較特別的特殊性 就是這個自立究竟運動 這是群眾事件 這是自發的 不是政黨去鼓勵的 是自發的 跟政黨跟民主運動 大論述是沒有關係的 自立究竟 基地行動 這個場域 跟黨外民進黨形成互相奧元 就是我幫你 你幫我 互相增強這個運動的組織跟過程 讓國民黨從予應付 所以我覺得從這一點點 可以付出大陸的情況 做一些對照的事物 就是說 這樣一個聯繫這個linkage 存不存在 或是用什麼方式存在 那第五點 我剛剛已經講蠻多了 就是台灣的這個政權 我們講政權性質就是外來型的 那中國共產黨的政權 是外來型的 還是本土型 對 這個政權 這個政權 我個人的傾向是 我覺得它是一個本土型的政權 本土型的革命政權 當然它慢慢革命異化之後 跟中國社會有所謂的 但是它的黨組織 對社會的勝負還是非常厲害 基層組織對社會的勝負還是非常厲害 然後它不斷想要加強這個控制 然後最近不是中央那個成立 中央成立 中央成立 有什麼 統戰公共的理想 你先抓 就是抓住這個統戰公共的不棒 好 那從前面講到最後我想 就是提出再次各位提問 就是 那我們 我們可以怎麼樣看海外的 今天海外的中國的民運 就是它過去的歷史 有一個整理 然後呢 它是代言一個 一個柳俊 你用什麼運動的 一個補持土的嘗試 那它曾經怎麼代理 那它的現狀 又怎麼樣 就是海外的民運 也不會 現狀怎麼樣 那將來會有什麼掌握 這是我特別想要 就這樣各位想要知道的事情 謝謝 好 其實 謝敏已經 又點出了 民國可以比較的 剛剛他也提到說 關於 我們可以給他的位置 但是 目前那個 台外民主 台外 在中國 在海外的人生 什麼 跟 在中國 大陸 有什麼 什麼樣的 彼此連結 跟交往 那就我們知道 以前 常看到 目前有 現在有台育聯盟 嗎 那 各位 愛情年代 從日本一直到 到美國 做了一些串流 但是 在早期的民主運動 很多錢也是從 海外進來 分數黨 所以他們賺了不少錢 很多都是黑名單 沒辦法進來 所以他們 那邊錢 去回來了台灣 然後 幫助做一些 民主運動的工作 那這個事情 好像目前我們還不知道 有沒有發生 或說 其實幾個發生要不要在這裡講 這也是一個問題 那 大家等一下可以 先 我們先讓大家提問 然後 接下來 或說 我們每一個人 然後三 五分鐘 你在這三分鐘 可以做你的 comment 可以 不用問問題 提出你的看法 你也可以針對 他們講的問題 對於歷史觀 對於一些說法 有些不同意見 也可以提出一些質疑 好歡迎 然後我們一次先三個 來 一位 兩位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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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那 能不能再介紹一下事情 因為我們之前 大家有介紹一下 更簡單的 我辛苦的時候 第二次參加 那 那個 我看今天提供 就是 中國經濟的美麗老師 我 我個人 比較多的說 這個提供 對美麗老師 來是 對我個人的經濟 就是一個概念 它就是 文化的事 就是說 我想要解釋說 中國現在 有些現象發生 但是 用台灣經濟的美麗老師 來做情勢 但是我個人 只能說 不同國家 不同民族 它發生的 任何事件 都是unic 都是屬於它 各個的特質 你很難去用 哪一個國家發生 哪一個事情去套養 在另外一個 複雜民族身上 然後認為說 它會這樣發生 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說 我們通常去看 現狀 然後習慣用過去的經驗去解釋 為什麼用過去經驗 為什麼用過去經驗 因為我們 我沒有消音啊 他可能沒有臉 我們不會消音 來 因為我們 這是我們的習慣 因為我們 經常會活在 歷史的經驗中 因為我們 基本上 很難去 預測未來 或者是想像 假設 或者是 但是 在 這個習慣過程中 其實未來 會發生的事情 基本上 是我們能夠 在事先 能夠模擬 或者是 想像的 它通常是一些很 特殊的狀況 然後 很多聚集 然後發生了一個 屬於它 非常優秀的情況 我會想說 既然 台灣跟中國 有一個組織 當然 一個台灣就是說 大量 就是中國 發現一些 學習到一些 一些新的想法 這是一個影響 還有 比如說 台灣紀念在北中大陸 中國王要先抓 這個 律師 這可能也是一個很強 但是如果說 音量比較說 白色恐怖 跟紅色恐怖 哪一個比較恐怖 我覺得這個 這個其實 我在年輕的時候 有想過說 為什麼 中國 多少藝人 竟然 沒有人 竟然腦袋 全部會被控制 我年輕的時候 一直想不通 但是我後來 就能發現說 思想這個東西 不是我們 能夠想像出來的恐怖 所以今天 人 選在中 也很負責 但是他要負負的 這個必須是水 如果沒有這個水 就是 你當選舉人 沒有這個感覺的時候 然後 我們一直在裡面 做很多的推 我覺得這個 就很難 比如說 我們中國 台灣 台灣就是民主 真的能夠去搜尋所有的資料 所有的過去歷史 那我們今天的台灣 真的很民主嗎 就是說我們這麼多 大量資料以後 所有台灣人都 同樣的認同理念 我覺得這個 好像不是這樣 所以 中國大陸 的 我 我必須說 一個 如果時間到了 要說 就是 我只想 加入一個 那個 世代的概念 就是那個 generation的問題 在中國大陸 跟台灣同時 什麼樣 比如說 這個過去在 二八 白色龍 恐怖時代 過來的人 通常 會很深刻的印象 留在那個時代 在分析所有事情的時候 你自己聽我一句話 不管怎麼樣都 會很強烈的 強調 但是現在 年輕人的世代 除了傳統以外 他們有新的問題 新的思想跟環境 是不是那個 我過去的舊世代裡面 能夠想像 或者接受的 同樣的 在中國大陸 在混合這樣 恐怖的事情之後 老一代的人 他們 心裡的感受 跟直覺的反應 跟現在 在中國大陸 獨生子出來的 很年輕時代 中間有多大的恐怖 這個是 可能會被忽略掉 在台灣 其實也被忽略掉 我覺得 年輕的一代 台灣人 我覺得很優秀 但是他們的優秀 不一定就是 要強穿 二十八時代 恐怖 或者是一直在 國民黨的 惡劣 或者等等 我覺得 不管是中國或大陸 其實是 對於所有的人來說 他們 鬥醒的是自己的感受 這個事實在佔很大的 OK 好 好 謝謝你 因為你提了 不少的問題 這個 歡迎 有沒有可能做 比較分析的問題 我們等一下叫做 新專訪 這個題目的 所以也是為了要 讓大家 凸顯一下 讓他在面對台灣的 過去的 比較可以 趕快去理解這些東西 可能有很多人 也不瞭解什麼是 沒力道 這個可能 也有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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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新的一代 就我知道 比如說 2011年到 福大教書的時候 我曾經做問了 有沒有 射程的這男人 因為我叫 真正手學 我一般 六十幾個人 沒有任何人知道這男人 就是 我 而且那個歷史機器 是可以在 補助教育的過程 慢慢慢慢在裏 那當然 按理解講到一個 歷史方法的問題 就是 方法 我們到底不會做 在那裏教 然後 當然歷史的行動 可不可以做 預測 這些事情 可是我們當然有兩個 方面可以去談 當然我們兩個歷史 就是 作為一個歷史的評判者 跟歷史的行動者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對未來的看法是不一樣的 作為一個歷史的行動者 實際上 他對於未來 是有個歷史的行動者 有一個想像 對於一個歷史的旁觀者 的時候 他只能在拜 他沒有辦法 藉由任何的行動跟基礎 去預測到 未來會到底 一定會發生的歷史 會遇到問題 所以等一下可能也 這個問題也要可能 請建民來談一下 因為我們在談 所謂的 集權跟革命之間 變政裡面 就包含那個 變政者之間的邏輯 那個變政邏輯裡面 如果是所以我們用邏輯這個詞的時候 就代表他去為 某一種程度的必然性 所以我們才用邏輯 歷史的邏輯 什麼的邏輯 就是他在世界裡面 一定會發生到那個程度上 所以在很多的 在做馬克思主義 或者是那一個 很多歷史哲學 就有一個案 歷史是會 帶向某一個 一定的方向 不見的是 可能是進步 可能是災難 然後可能是最後的救贖 所以這個 這個可能就是 三天或任何朋友 想可以談這個問題 我們都會來歡迎 那我們再搶遞 第2話題 我們要問 我們要問 我們教授 我們要問 中國的意義 就是在 如果 我們住在那個 加州 各地 也會碰到 各地 台北的 接觸 會碰到 日本的 中國意義 而死 我 有時候跟他們聊天的時候 我跟中國意義的職場 我發現我一個 不可能 就是 他們有一個 Fresh 人 人跟人之間的那種 性能感 我不曉得為什麼 那 我剛剛不是講說 台北的 你是說是 什麼樣的性能感 就是 他們有辦法跟你 比 對立 有 那種 我不曉得 我現在講 那個情況 我們要把時間點 你是什麼 時間點 碰到 這些人 因為你是在 19 19 19 差不多 兩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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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九六年去 我在那裡 很難 因為 我反而問那個 吳教授 因為他們 他的組織好像 不像 台北聯盟 不像 台灣的那種 比較 比較 比較積極 另外 我先問你 艾瑞 那最近的 那個 那個字 我 我剛才拿回來 剛剛講的 你剛剛提到的 那個 就是說 那個 台北的 其實 史明齁 他不來就去台 他會出一段 做一些 你講 他講 他講 有些人 史明到 北加州這些木板 出來第一本書的時候 台灣四百公尺 你只要想他 那裡有什麼 最反對 對對對 我可以 我可以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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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台北聯盟 你不知道 有出比賽嗎 你拿到的 你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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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聯盟 不讓史明來 出書 我 我自己在 那時候 在這邊 我都很驚訝這個情況 因為 彼此之間的 利害關係 在等次 抗拒 那 說過 說過 很開心 那我現在 我把他拉回來 我再把他拉回來 當然到現在 台北聯盟 也在做很多工作 我 我每次接全都接 台北聯盟 有時候我是 經濟館 我不知道 幾館幾館 每一年 那 這東西我再拉回來 再談到之後 剛剛也談到 我不認為說 美麗島事件的 會跟中國的 會有 因為他的土壤不太一樣 土壤不太一樣 因為 台灣的那個 那個土壤裡面 當然 不要忽略 那個早期 那個賤拜 192030年代 那些賤拜的那個 那個 那個退廣的 那個可能也要酸進去 台灣的 這邊的土壤 當然 我們大概也是那個世代 我們 因為我還蠻受病的 行 他在當病的時候 對 我喜歡黑浪分 我們都很 很希望 一個 但是 我意思說 我們也是 這個過程裡面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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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 沒關係 這個 兩千年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台北聯盟 一開始 這是秘密組織 所以他們對人之間的 因為他們當時 我聽到 在國外聽到 有一些 前輩的說法 是說 他們很怕 從 代表處 找了 在學 在校園裡面的 職業學生 會進行某些接觸 所以呢 他被看見 幾個人 聚在一起聊天 所以他們偷偷的 彼此 約好一個地方 在大家看不見的地方 然後再討論 這個是在七年年代 八年年代 九年年代的時候 那 在這個時候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大概就是 可以看到說 可能 同樣的情形 也有中國的 很有心的 中共民主人士 他們也會用盡所有的方式 去做那個小學生的事情 所以那個時間點 其實大概不是 我們不去談那個人 跟那個時間的差異 是說在那個時間點上面 每人要做的事情 可能會很不一樣 那我們就先 第一個就先 彼此的先留 一樣 然後 換個學 在這個 學習這個 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 有一個是 因為我一看 會不會生的 就是 當年蔣經國有一次 去訪問美國 然後被 這個 台灣的學生 暗殺被遂 然後被 這個 美國 就是 關心台灣的保釋 在好像幾天的時間內 就 台灣在美國的僑民 就 捐出來的 就是非常高的 這個保釋金 然後把它保釋出來 然後把它送到國外去 把它逃出去 就 這件事情是 我覺得 一個就說明 就是當年台灣在海外的 這些 普通人的 對於台灣民主運動的支持 再一個就是 我覺得這件事情 可能可以講 成為一個特別大的政經 就覺得有這麼多人 這樣反對 但是這種情況 我在海外的幾年 我完全看不到有這樣的可能性 剛才你講一下海外的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我講一下我國國的 那個 我不來 我評價海外民運的人 我來評價一些 僑局海外的 中國大陸 人 我在美國待了五年了 過 頭兩年去 在大學裡面 做訪問的學者 也接觸了很多 留學生 現在 美國的各個大學 都能看到大量的 中國的面向 非常多的中國的留學生 我們也有個交流 我也跟我們演講 我覺得關心 中國大陸的民主化 或者是人權問題的學生 可以少到忽略不及 我歸海外僑民 我有一件特別私人的經歷 我在 剛去那不久 我住在一個 就是我住在一個地方 我有一個朋友 他新搬了一個家 是住在一個 老僑民的一個家裡面 然後這個朋友 他常常要回國 他女兒在來上學 他女兒大概十六七歲 在美國屬於還不能自己 單獨住 然後要每天送他去上學 我就常常會幫他 然後他剛剛搬到這個新家去了 他就說 你來 我在我這裡住一段時間 幫我照顧家裡 我就過去了 可能我這個朋友 就跟他住的那家的房子 就講過我是做什麼的 然後這個房子 當時也沒有說什麼 可是我住在他那裡 就是有一次收到一個包裹 這個包裹就是 我在美國成立的 一個人權機構的民主 就是 然後那個人 當天就把我趕出他們家 他跟我講的就是說 你不能在我家 想出政治文化 我說我在你家 是什麼政治文化 我說我不管 你看你這個 中國權力在寫功 你這個肯定就是一個 反政府的一個 一個 我說我如果反政府的話 我在美國都是 那 你是非法的 你可以報警 CIA 來 這個 FBI 來 他說 就是他自己 就是 在跟我發生 這個爭論的過程中 他的這個 話的邏輯 讓我很吃驚 他第一次就告訴我說 你不是一個愛國者 而我是一個愛國者 我跟你是不一樣的 這是第一句話 然後第二句話 就是說 我好不容易從中國逃出來了 我建立了現在這樣的 一個資產 可以有共產的資產 什麼的 我不容易 你不要再把這個使館的人 就是 引到我們家裡來 就是 我們最主要的 應該是 在米約 在米約 對 米約應該是 這個 就是 流亡人士 最主要的 這個 對 就剛剛還有你講的 也就是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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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亡的 這些組織 在國外 在國外 也非常多 他們之間 這個 我知道 我認為他們做的一個 讓我 就是給我改出 最突出國 剛出來的時候 最突出的 因為我出來之前 他們很多人都說 我原來 就是讀書的時候 可能就是那個 就是高山陽城的 那些前輩 我出來一個 特別震驚的 就是他們之間的 那種不信任 然後 那種不信任 然後 我被他們 加到各種標語 的建築裡面去 就是這種 幾乎 幾乎每一個人都被照顧 包括我也被照顧 就是 那種完全不信任 我很難想像 會有 就像你 那種不信任 邂逅 甚至是 這個 是 那種不信任 我想請清聰先解釋一下 好 對 我清聰還沒解釋嗎 沒有 您可以承認錯我 沒關係 好不好 快開玩笑 我們回想這個建議跟剪導師已經解釋了 所以從歷史的角度來看 每個社會都是獨特的 但是我們作為社會科學的話 就常常會把它擺在社會 建議剛才就做了那個動作 就把我們力道這個實驗給我們模式化 然後從這個模式來看 就是我們現在的情況 它第一是說它就是一座 所以我們照著這個模式去看 可是當這個模式都沒有人權不歧視 所以至於說起這個題目呢 我們還是比較取巧 因為是那麼認真嚴肅的 就主要是希望這樣一個題目 能夠跟台灣的社會大家的經驗有一些連結 比較容易讓大家來關注這個活動 它不是說我們真的認我們說這個 就這個中國現在的情況跟厲害真的是 那有什麼意味上的關係 我覺得你就是一個類明吧 就是說是不是看到一個轉折點 你覺得這個就這個 剛剛有轉折點的意思 而且我們打個問號 所以打個問號其實是比較小心的 而且在文案上的第一句話 我每次針對中國新聞的民意考試 來打個問號 所以大家也可以 也是讓大家可以去質疑這個問題 可是也會突出了一個一個現象 就是它有沒有可能 我們進入到民主化的一種氣息 所以它還有一點漫長 那接下來我們請 請老師 謝謝 因為我接觸那個東西的名字 也曾經范粉被吸收到台灣投入 因為新潮流很嚴格 你們不能誇組織 雖然兩個組織都是在英 我們是台灣獨立的社長 那我跟史寧辯論是1990年 我到美國去演講 史寧有一個朋友把史寧的書給我 然後要我去看史寧 那其實1986年的時候 1986年我在美國就已經拿到史寧那一本書 那時候跟許信仰 他們在海外在倡訪的是所謂的都市遊擊戰 他們認為要拖關國民黨 拖關國民黨是不能用非暴力的 是要用暴力的 所以我跟史寧在1996年才開始講 1986年 那本書之後回來 我不敢帶回來 那本書是不能讀書 尤其算是恐怖攻擊 恐怖除以除而 如果在台灣製造恐怖的一種社會的狀態 不管是造巧的、爆破、暗殺的、各種 那裡頭都說 然後我跟史寧真的談著 史寧跟我講 社會主義他是因為我在台灣搞工業裡面 反正是左派 左派沒有人講會暴力的 左派用相信的事情 用暴力退彎的 暴力退彎正經的 多起正經的 多起國家機器的 所以那天晚上我們兩個人知道 那因為我 我在1990 1980到1990 我開始接觸到非暴力抗中 我開始一直相信 不然我們應該比較有在台灣給推爆 所以我跟史寧在那邊編論之後 然後還有跟台主聯盟也邊用非暴力 還有找到他們回台灣 那個過程都蠻有趣的 甚至於在日本那個一個訓練營裡 我跟台主聯盟所有大老 都在日本都見過 沒有都談過 在島內怎麼樣 沒有在台灣如何推翻國民黨所有的一些想像 不管是什麼舉動運動也好 或者政治 就是整個政治的衝撞也好 我們都在那裡討論 那1990年在海外 另外一個台語左派的 一個我們自己辦了一個聯隊 開始討論說台灣建國 要成立怎麼樣的國家 社會主義能不能在台灣落實 所以台灣這個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 是我們那個年代非常嚮往投入 說不能夠講台灣獨立而已 應該想那種人民過什麼生涯 所以意識形態主義是很重要的 建國主義是很重要的 剛才這個意識平台 中國也是用意識形態的主義在架構整個人民的一種政治上的信仰 那從事正式工作成員會有盤了意識形態的信仰 所以我一直覺得有經過那樣的衝撞對我是很重要的 後來慢慢才修正 修正到說 政治的台灣的營養 可能要成了什麼國家 世界上比較沉痛的是什麼 社會民主國家裡頭的無頭幫 也就是說現在的無頭幫生 最遠北歐 這個國家是不是台灣能夠享用的 這個把資本主義最好的放進來 經濟上的環節的自由 市場的自由 但是在分配是社會主義的整個的共享 這個社會主義的精神又進來 那時候我才慢慢的發覺到說 應該有這個 而也不是使民跟我講的那一套 我也不認為能夠在台灣的落實 那我在新材料就開始提到說 台灣的社會民主 但新材料不是總派 新材料百分之九十都弱派 都是弱派 所以不要被人說 新材料是搞公民的 沒有啦 新材料他們也不關心老公 可是這是一個台灣人 台灣者的運動迷失 所以我們認為說 走他的他們沒有力量 那個天老師 新潮流不是已經解散了嗎 沒有 現在的國會還是有 用新材料派遣 還是有力量 就在國會現在不太快 在現在政黨內部的權力鬥爭 現在他們還是顯成一股力量 又沒有真的解散了 所以我們接著台灣 大陸的朋友回來聊聊 政治本身台灣比較像 就是一個多元體制的民主化 過程當中 政黨下面不是另一體 還有很多派系 也是這樣的 在派系裡的建政黨 才形成一個 反這個政黨舞伴也就是要這樣 政黨本身也需要內部的智能 那我比較清楚的 我自己也比較幸運的是 我能夠一直想往 一直看清楚 哪一個階段發生的事情 哪一個事情 怎麼還錢 那應該是怎麼樣 這是一個從事社會運動 會比較有命跳開來 不是在潛力鬥爭當中的一個 圍回之下主體的 但是也會變成 你會再邊緣 難免的 你會接著比較邊緣 你會堅持一個影響 會再邊緣 台灣的社會運動程度是這樣 現在第三黨也是 台灣第三世界也是一樣 都會很想 但是整個民主運動 就必須要活著一些理想 還有一些建構 這個建構是社會價值的建構 當然政黨很重要 政黨是完全 他們的力量很大 影響力很強 但是政黨會很敗 如果沒有其他的力量 在做這樣的建立的話 是不容易 台股聯盟也是一樣 台股聯盟其實 他們除了有台灣獨立之外 也沒有想也沒有理想 他們完全是反勞工的 他對供應常見 這不關心的 農民也不關心的 口頭上講 其實他們不會來 從事社會運動 但是這是一個讓我比較 當初我跟台股聯盟 變成說 那你希望台灣獨立 都成你什麼國家 其實他們也想念不出來 他們想想台灣獨立就好 什麼國家大陪 也沒有那個所謂的藍土 這是一個讓我比較失望 我在台灣從演出看台股聯盟 台股聯盟是一個對非常號召力的 未來 他把台灣獨立的標竿 舉起來之後 應該讓台灣內部有一個嚮往 一個武力建國的一種號召力 但是你如果真的了解 台股聯盟本身 其實是虛的 是虛虛的 沒有沒有 沒想到台股聯盟 他是很清楚的 要建立台灣整個國家 是為了那樣的 但目前我也不曉得他們有 但為了那個時候 1988年跟1999年沒有 那當然你能夠提到 史蓮跟台股聯盟是不完蛋的 那是必然的 他們兩個是看不起史蓮 史蓮是覺得台股聯盟是一個危險的 是一個霸道的一個問題 對史蓮也是不喜歡這個問題 所以很難忘 那在後面也沒有問題 他也要出一分數 他也要出一分數 他也要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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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也在致台灣的地位 台灣的外來台灣的 台灣外來沒有發言權 其實都有這種影響 所以剛剛提到台股 我們要衝突 跟他們見過 我們後來 我跟史蓮是五一塊的 也是從那裡開始 從那裡開始 我們兩個其實很少在見面 見面也只是表面上見面 一些現代的一些事 不過我尊敬他也很堅持 他給我最 我看不懂的 其實他的書 其實很多看別人 他能回覆自己寫得非常好 人道線的非常好 但我真的看不出來 因為那種探空哲學 我這個修了不夠 看了一些東西 看了一些 不過他們社會主義的 台灣四百年史 其實對我們來講到一些很好的起立 就是說 一個思想 在那連帶的思想和起立 對我們年輕人是很重要的 那 我在台灣有左派的 有本土的史蓮 算是非常代表的娛樂 但是我的起鵬者 是楊立川 還有那個賀大夫 他是台灣 算是台灣 年輕的左派的 比較接近的 都市會就是他們的代 這樣到我們出來之後 因為第一手資料 第一個接觸的老師 所以對他們的 從一見到現在 還是很尊敬他們 給我的 一開始的強 所以這是一個 在信託裡頭 不錯 我有一些左派的讀書會 對年輕人是很有啟蒙作用 所以會從供應的 是從開始讀左派的史開始 那這就是一個 在大陸裡都不知道說 為了化得怎麼樣 但是思想很重要 如果沒有思想的價值的建構 你是很難推翻目前的統治者 所以那樣的 像剛剛建民兄提到的 把國民黨借用外的政權 那有重要 那就是他的統治的非法性 會在社會的論述 開始成形 產生我們反對的政黨禮 像中國的政權的不合法性 我們總的建構 在大陸的論述一定要有 民間的論述要有 它的合法性一定會挑戰它 第二個要帶人民談的就是說 人民絕對不是要他們安排的 上面給我們只有精進的生活 精進的發展而已 其實要過著什麼樣的生活 那個比較美好的 我們下一代過著無憂無力的是什麼 社會主義、社會民族主義 要給人民的是什麼 那我們能不能從民間 然後我們先改變政治 變成這樣的一個理想世界 我現在這樣才有號召力 不然的話你只有罵 沒有用 你只有罵統治者的威權、壓迫、違反民、違反人權 其實對人民來講 他只是害怕 他沒有力量 假如人民說 對啊 我的下一代過著我生活 他假裝反而被抓起來 沒有言論自由 沒有思想自由 完全是一個奴奴 完全是一個有錢的奴隸 在中國就說你真有錢是奴隸 那這樣的話我們要不要過去稍微 如果從中國 很多的知識的人開始 這樣的倡導 開始有更多的 有這種覺醒 慢慢去知識的人的話 就會去挑戰 現在統治者其實有許多電腦是你滿意的 其實可以從現在污染開始 中國為什麼污染一直沒有搞好 空氣的問題 其實跟人民的時候 跟危險政務 以及他怎麼看人民的時候 不是他整個我們經濟發展就好 你的教室 我不認為是這樣 不是 就丟給你 你要自己去忍秀 那我的下一代過的過程是什麼 我下一代過的過程 這樣的什麼 那接下來 那麼多的人口 他未來的安養的問題 中國是會面臨到的 所以他未來面臨很多的是社會上的問題 就會挑戰他的統治 他所謂說 好 他是一個民本主義 那個儒家的整個民本 這個愛民的清高的這個道德 道德統治者 其實不會被挑戰 那就是說 民間的挑戰要從幾個架構 幾個架構去 去找出 找出來怎麼發展 然後 議題很重要 要去改議題 那我 那個建議提到 地上坡 那個民主化的過程當中 其實都會發力成功 地上坡 整個的政治的改革 很少要武力推翻 很少要武力成功 都需要回發力 推翻 獨家政權成功 那當然如果 揮發力抗 那沒有用 沒有用的弱子 沒有用 但是 非暴力抗爭 從甘地到現在 只不過是七十年而已 七十年歷史跟 人類的 歷史先驗的 歷史先驗 五六千里的 都是一個用暴力推翻政權 才有用 暴力才是真正的利亞 非暴力算什麼 非暴力是懦弱的 懦弱的一群人 但是你知道嗎 從甘地 台創 非暴力抗爭 代理印度 非和平獨立之後 一直到第三波革命 第三波民主化 一直到那個 所謂的 連坡的利亞三國 所謂的 和平奴隸 其實都是非暴力成功的 那這個過程當中 你會想到 人類 短短了七十年的 非暴力 但是真正的從 這一陣子的 歷史上的 成功的歷史來講的話 非暴力 比 暴力 暴力成功的 比例 高出將近三倍 絕對角度成功三倍 所以為什麼 會有什麼 茉莉花革命 茉莉花運動 其實茉莉花運動 那是非暴力抗爭 自發性的 沒有組織 人民都可以這樣搞 搞法政權 只是因為沒有組織 後來接近的人 又被這個 政客他們 所謂 安全 什麼 權力還是被 被這些政客 他們關掉 這是一個 很可惜的 所以在中央當中 整個要改變的過程 一定要挑戰的話 那麼組織 一定要先讓組織 踩紅線的組織開始 先踩紅線 組織踩紅線 你敢抓也好像不太好 抓到好像也不太對 但是那個你就可以慢慢的發展 然後 對 黨外實在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為什麼 黨外是非法組織 如果以國民黨三合一敵人 第一個是中共 第二個 海灣台語 第三個 台灣的島外 這三合一敵人 對國民黨來講的 我們在京東的 京東的焦慮思想 焦慮 都反對 我們國家的三合一敵人 那也就是說 黨外 這樣慢慢慢慢壯大起來 如果沒有組織的話 是很難 很難 未來 在民主化過程 能夠累積的 所以還是要 必須要有標竿 當機會來 機會來的時候 它就會變得累積 會有那個 承代人民的 形成的 可見度的 一個 一個期望的一個 一個短語 不能的話 就跟大陸人都沒有 就沒有 所以 希望 大陸 我們我想 台灣的經驗 可以看到只有這些 那 會不會是 美麗島 給你一個 模式 不太可能 那是另外 我們有選舉 大陸現在沒有選舉 所以 選舉是可以要幫助的 那可以從 帝王選舉開始 我們一開始是帝王選舉 我們中東沒有 連那 連那A賈斯都沒有 還有中央 還有那個 那個 只有那個 最後才有一個補險 中 那個 中華民進黨的補險 國大跟那個 帝王要有補險 中國補險 後來就前面改選 其實都一步一步的 現在這個 台灣的這些經驗 只是 參考 也是說 可以用 用這種方式去追求的議題 步驟 沒辦法 沒辦法把他們在這邊完成 扛 這是不可能的 是不是 好 我們謝謝 天老師 那剛剛講過 之後可以介紹一些 新的那個台湖 列文的人 好好溝通一下 跟你現在想像的不太一樣 那再來呢 另外一個 可能要去 他在談 愛惠惠惠 我們 對 愛惠惠 等一下我們請 請一下 然後我去學著說 剛剛 發展隱憂 因為剛剛 不管是 華澤律師 還是當那個律師來講說 發展組織 發展就被抓了 所以 問題是 如果發展組織不被抓 那壞的話 我們說 都要講 要去發展組織有什麼用 其實是變得 沒有用 那這個可能等一下 再次一下 可以稍微討論一下 有些人可以在 檯面上 有跟大家檯面一下 怎麼保持那個安全 等等這些東西 其實大家有很多的 技術跟技巧 在網路時代 其實 那個 困難度 被抓到的 難度是越來越 越 應該說 容易越來越容易被抓到 可以 母軍啊 母親啊 害客啊等等 所以 發展組織裡面 在我們方面 其實也不是像 我們想像的 這麼容易 跟在過去 比起來 那接下來 請建民來回答 幾個問題 開始 我想 關於剛才 菊老師講 這個紅線 就是五年一幾年 我覺得我們 非常清楚的 知道紅線在哪裡 然後 隨著這個 五年 就這個五年以來 我們越來越不知道 紅線在哪裡 然後覺得那個紅線 一直在漂浮不定 到了今天 我們覺得處處是紅線 就像壁壘一樣 就是 這個就是同志者成功的地方 對 因為有改善狀 不是不改善狀 就是說 它那個紅線一直在 你本來我們認為有一些 比如說五年以前 我們知道主打是紅線 我們知道上街頭是紅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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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很多 這個 NGOE的公民生會去 去幫助一些 這些法律援助啊 我們知道這個 不是紅線 但是現在那個選擇 變成的紅線 就是 你 現在不是去衝的問題了 就是你這樣不停在那跳舞一樣 走不過那個紅線 但是 就一直都在你講講 你現在還要做這個 就是在中國做這個 周邊的下巴 有什麼 就是你 處處都是紅線 就你隨時都有 面臨這個 被被抓緊 那些 還有給我們一些印象 就隨時在那個紅線上 的一字條 好 謝謝 這個 可以討論的問題還不少 但是我沒有能力一一回應 有時候我長輩不能 多說實話 我想 剛剛那位先生 那位先生也在嗎 在他去接電話 假設的 不知道就趕他回來再說他問題 那個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今天記者的題目 好事實上各位應該可以從我們的發言 知道我們的意思 好不好 就是說 到底現在中國是不是已經進入所謂的 過美麗島時代 能不能用台灣做這個類的 到一個經驗 美麗島是一個模式 其實 我的發言我是滿對的 這很清楚 但是我要說的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不能套用美麗島這個事件 當作一個模式 硬估是說我們就不能這樣去談問題 是什麼 就是我們要想著說 怎麼把這個問題 把它貨色化 然後去想說 是什麼樣的社會結構 什麼樣的社會動員或什麼 國際局勢 跟國民黨內部外部的 精英的 整合分裂 讓我們去分析 看清楚 美麗島世界 然後從這個分析當中 對今天中國的分析也不會讓人幫助 我覺得是這樣的態度在看問題 不然的話 我們等於說他們的時間 那從這裡面我覺得 有一個事情是 是什麼 就是歷史感很重要 歷史感 歷史歷史 我覺得歷史感重要的來說 歷史感是讓我們自己知道說 我們今天是 我們怎麼質疑我們 自己 那我們今天為什麼坐在這裡 看問題 為什麼我們會這樣看 就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 為什麼我們自己會成為支持民主運動的人 有些人是反對民主的人 或者說是 用另外一種方式在 支持他們的民主 就像剛剛 馬哲講的 去民眾巡場的話 你那個房東 自稱是愛國者 所以 真的是非常感慨的事情 那 這個歷史感除了說 我們自己跟過去的歷史做對比 跟追溯之外 其實所謂的歷史感還有一個橫向的 一個世界性的比較 就是我們可以從 台灣自己 然後從發與世界 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社會 做比較 然後呢 整個世界 在不同歷史階段的 民主運動 來做比較 所以從這裡我要說的一個 我個人的政治哲學 是說 我們台灣過去 確實經歷了很多 政治的屠殺 壓迫跟災難 已經經過好多代 幾百年的殖民統治 在我的建議當中 國民黨也是一個殖民政權 今天我們用華語 是用殖民者的演講 就像剛剛那個先生 很自然就講出台語 而且講得更六 那個就是一個謀語的表現 其實我練好了之後 這個環祖現象 大家也可以清楚 上課上還沒有被擋台語 因為那回到最深刻的 小說的語言 被壓抑的部分 現在是自然地露出來了 但是呢 這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可以從很多角度去 談殖民的歷史 殖民的要護性 殖民的現代性 或殖民的印象 你的自我跟他 整個互動 產生很多問題 但是我要說的 我要盡口說的說 我一直不太同意 我們台灣歷史 多麼獨特 我就去太獨特化我們自己 會讓我們自己 變成極體之華 而且會 治療之愛 其實我覺得我們台灣的 過去被壓迫非常 殘酷很多 但我們這一代 已經都非常幸運 從我這一代 50幾歲開始 我們沒有 真正受到什麼 太大的傷害 事實上我們是很幸運 在 在享受這個民族過程 可是我們如果 他歷史去比較 巴勒斯蘭 比較南非 比較以前的黑魯 比較這個 艾爾蘭 我想 我們時候 土壤並不是那麼特殊 我不敢說是 比較少 比較多 而是說沒那麼特殊 這有人類的 普遍的 政治的壓迫 跟解放作者 有一種 共同性 我覺得我們可以溝通 是建立在共同性 建立在這個語言 那這個語言 有些是因為 歷史的很多 惡然造成 我們今天可以用 這麼流利的華語溝通 然後享受 某種在華語世界裡面的 共同的感受 其實也是歷史的 各種 我來連續 措斷的一塊 讓我們這個氣味 同問題 這是我對這個歷史感的 一個一個 一個 一個 第二個是 這個 先生 我要給你 就是說 你發 兩千年的時候 到海外 在美國遇到 民運人士 你覺得這個 信任感很低 確實我的反射 也一樣 但是我不會這樣看問題 其實你把我們自己過去 在反抗國民黨 年代 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大學生的時候 其實我們社團店部 很多人之間的 信任感也是低的 也是常常抓特務 這個問題 是有 但是沒有那麼激烈的 那我要說沒有那麼激烈的社會事 你不能果然八十年代 就是解嚴 要開始要解嚴的那一段意思 國民黨對台灣的社會壓迫 已經不像今天 過去這幾十年共產黨 對中國社會壓迫 因為那個社會壓迫 實在太厲害了 瓦解了人跟人之間的 徹底人 一失的信任感 我希望這樣看才會清楚 我不是把它歸求成個體 但是國民性啊 個體的修養啊 我覺得 這樣看可能不是那麼精準 我覺得主要是這個政權 非常懂得 人類的心理學 然後充分利用這個 人類的黑暗面 心理上的黑暗面 在操作 它的統治 我覺得這個 這個應該把它看清楚 我想包括人類的書 去看那個故事 都看得出來 它怎麼操作 人性的 心理的 黑暗面 力量 然後包括這個政權 中共這個政權起家 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它的論述能力特別強 用我們這場語言說 話術 話術很厲害 就是那個那個化學術 很會把黑的講成白的 團的長的黑的 然後撲弄你 弄得一團萬 然後最後 一個 反動者自稱是一個愛國者 反過呢 用這種語言來 把你趕走 這個真的是莫名其妙 所以我是覺得說 它這個政權蠻善以解構人的精神力量 我們最近研究民主 民主歷史 越來越強調一個東西 在人類創建民主制度的過程當中 那個精神性 或者說宗教性 那個神聖性 John King 說的 神聖性 非常重要 那我覺得台灣社會有一點 蠻幸運的 我覺得我們這個社會蠻幸運的 就是 這個社會在過去 發展民主的歷程 有一些重要的歷史的moment 那些時刻 那個集體的團結的精神性 有無限做到 然後那個一舉舉往前跨 所以就是在威權底下 在專輯下 能夠真的有團結的時刻 那並不是總是那麼團型的 平常炒辣 增資源 非常多 但是在重量關頭 其實是蠻團結的 比如說 從民民黨來說 雖然民黨拍戲 爭取的東西 卡位 整天吵來吵去 可是就很清楚 這三四年重要的關頭 都是站在一塊 包括你剛剛提到民黨主黨 我們都很清楚 當時兩條系統都在組 公正會 跟內演會 各搞各的 然後跟你講黨 不會 最後你們團結 最後你們團結 而且你們想說 被鎮壓 還有第二波 第三波 還可以出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我們 受到歷史照顧 很難關心 那從這裡我要談的是 現在這個 這個習政權 我自己也看得非常迷惑 因為我覺得習近平 這個統治者 自己現在都非常迷惑 就是他在做的事情 做了很多事情 都在打破 鄧小平時代 這三十年 陛下 基本的規模 跟運運 把軍人都打破掉 我剛剛提到說 這個政權 就是結構的 能機成立 那他用什麼東西 抵藏能力 抵藏能力 就是用物質利益 用權益皆商 大家做生意 你去 你去跟 包括海外的很多人 就像你說的 這些年輕的留學生 能夠關心中國 政治命運的 非常少 就關心自己 疫情的這個發展 我覺得這個 這樣的人性請教 應用很成功 好 那 這種社會 不再能夠打灘 就是這樣 可是呢 大家打灘的力度 有時候感覺 有時候不小 那 這樣的社會呢 就像之前 鄧時代 就廣義的鄧時代 包括後鄧那一段 那個江湖跟湖這一段 就 把他農統稱為鄧時代 基本上就像你剛提的 紅線是清楚的 他現在連這紅線 不清楚 所以 往政權的角度說 好像是很厲害 就是 你們什麼都不知道動 什麼都不做 都不能做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是說 他的自己的國保 自己的 那個控制機器 有時候也不知道 他裝在哪裡 是不是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習政權 這個頂端啊 好像都亂掉 很難說 到那個 產能過剩 因為累積太多外匯 產能過剩 投資過度 都是靠 然後壓抑居民的 這個人民的 消費能力 所以內需搞不起來 所以就要推出 五代一路 走這個 雅投行 這完全是一個 不同的戰略 跟過去的 外銷導向不一樣 可是突然 這個禮拜最大的事情 就是在那邊 離起扁 然後開始吃進外逃 這個事情是跟 之前宣傳的 兩三年 喊得很大聲的 一代一路完全相反的 所以我的感受是 這個 這個政權底端 可能真的出完大的問題 這個事情都亂了放 那如果是真的這樣 又跟最近前 真的看到不一樣 國安法又修了 然後 權力完全 放在一個人身上 然後可能 想要做一輩子的 忙的地方 這個準備是這樣 那這又是跟他自己的 希望的 變反 所以我 我只能看到現象 但是不知道 去怎麼給他一個 為之過早的 學術性的描述 最後的原因 那個先生 太畏畏了 我看了他最近一點 講話 我個人沒有感受到 他有太大的改變 就是 你原來 怎麼說呢 你原來對他的期待是什麼 然後 他作為藝術家 藝術性的抵抗 他的特徵是什麼 然後 可能是在 中國當代歷史的 這個舞台上面 他的 他的周期 周期 周期率 輪轉得非常快 你這樣看 就是 就是 就是一個 一個 celebrity 然後他很快就 不會 會需要 就如果他沒有在創新 抵抗樓氏 可能他就是會 引摸到歷史的舞台 所以我覺得 大概是 這樣的感受 但是我沒有看太多 不能給你 滿意的倒露 因為西洋漢有採訪 他 我評論他 他現在比較 合適的 就是 Chance Garry Chance Garry 就是他跟那個政權 比較合 就是他出來講的話 對 比較合適的 我了解 這個跟他以前不太一樣 對 對 都在以前 沒有在進去 講 對 我們 我從跟妳講 的時候 其實我們發現 這個 一個 主彩政權 其實 不管是在國民黨時代 還是在文行中國 其實他 有一個很特別的手法 就是讓 彼此對彼此 信任 彼此 對彼此 進行得到的選擇 彼此彼此去 懷疑到 我們人性的弱點 然後 去把你的 人性的 陌落跟黑暗 擴大 彼此去 去談 彼此去批一批 可是 這個 當我們看到這一點的時候 就想 可能要不能忘記 不是誰造成的這個原因 因為我們常在批判的時候 我們的比例不對 我們可能 批判到某一個個人 可是我們 我們只批判到他 他是 真正該批判的是那個 造成這個制度的那個 那個原因 那 一個政權最希望就是 到最後是你們彼此互相批判 彼此抓客戶 我們沒想到誰創造過這個 這個 那台灣也過去也有 廖伯啊 就以前我聽到一些 職業學生 廖伯啊 很多 的前輩 就是說他們給我提到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代表出 有了一大堆 一大堆資料 就是說 他們去哪裡做過什麼事情 那 這些事情 造成他 我們這裡可能有的客戶 我們這裡可能有的客戶 我們自我審查 對 我們自我審查 對 這個就是我們人情的弱點 麥克風也有點弱了 那 現在就是說 我們可能真的要去反過來去想一下說 誰創造的這種人跟人之音彼此堅持的制度 他可以完全不負負 所以不費 摧毀之力呢 就讓你 沒辦法自我組織 好 那 剛剛在講那個組織 最困難的 剛剛那個律師講到 很重要一點是 你人跟人之音沒有性能成的組織 但是 到最後人跟人之間是在有厲害的關係 那那個厲害其實也是 還不見得是 契約上面可以約定 還可以隨時改變 那 我覺得可能要 要重新 幫回某種 信任的可能 或信任的組織 信任的機制 找辦法 我們才能真正去談 後續的改變和改革 不然的話 在這個過程裡面 任何一個人對政權的反抗跟努力 正義的發生 很多最後會緣之後 都會變成一個很孤單的 特別的 那那個悲劇也會不斷的重現 這個事情 這個可能大家 要跟我們來想 那因為我們時間 是到 4點 4點半 那我們 現在最後我們就不開放 討論 等一下大家還可以記住留下來 那我們先讓 麻省老師 再做一下接 好不好 各自 可以了 那我們就讓 好 好 那個 就是 就是 在國底很多的維權人士 都有國安中的 這樣 就是 被綁架 被扶行 這樣的遭遇 我常常跟我周圍的朋友 我們說一個 說哪些話 就是說 因為我自己也遇到這樣子 那我就跟他說 我們從那種狀況下 我們離開國廟 我們離開國廟 無論是你到海外公尺 到海外公尺 到海外公尺 如果你還是有那種 恐懼 我對所有東西 你實際上是 幫助它能把破壞 變成了 你延伸了才能破壞 我要在這個 我被擺脫你的那一瞬間 我就要讓它忠誠 我不要這個 你再繼續控制我的精神 這樣我就 就一直能夠保持到 我雖然可能身自是很自由的 但我清晰是很自由的 我就這個 就沒有 好 那我們今天的哲學請求 就到這裡 然後請大家在這邊掌聲 謝謝 各位 謝謝